彭博23日报道,加泰隆尼亚打算以人肉盾牌阻挡西班牙中央政府的直接接管行动。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当双方准备拉高政治冲突之际,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分子震动员群众阻挡西国当局接管该自治区的行动。 独派组织将把群众集结在巴塞隆纳哥特区内的区政府大楼以及邻近的国会大楼附近。 其中一人表示,他们预期西国警方将动用武力试图关闭区政府。 加泰隆尼亚自治区议会内的主要独派领袖克罗米纳斯·罗斯特罗美纳斯则在巴塞隆纳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呼吁和平和民主的保卫机构。 对西国政府与家区独派来说,本周末将是关键的攀排时刻。 加泰隆尼亚自治区议会26日将开会决定因应职策,而西国参议院则会在27日投票表决马德里的直接接管计划。 独派人民团结候选人党COP23日也号召群众响应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而分离主义分子已在21日展现号召群众的力量。 当天下午约有45万人上街抗议西国政府接管计划。 传加泰隆尼亚人李洞员群众以人肉盾牌方式阻挡西国中央政府接管路透分享。